第一个的话我们已经先把那个资料读进来 然后ReaderLive把它读到那个一个串类里面 然后再只留下我们要的前10个会员的资料 那刚刚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做切割了 可是切割之后的话呢 我需要留下的是 它编号这个0 我要1跟4 姓名跟手机就好了 可是我如果要怎么样只留下1跟4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在上面再增加一行 把刚刚的这一行 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接把它写出去 我们理论上是应该先把它丢到一个变数里面 哪个变数 也许在上面我的习惯是 再增加一个叫第12的东西 等于什么呢 把刚刚切割完的东西 先帮我把它放到第12里面去 也就是说 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List2 那如果我只要这个List2里面的姓名跟手机的话 那很简单 你直接print的时候 跟他讲说 我只要里面的1 里面的1就是中瓜糊 然后中间帮我再加个豆点 所以加上一个豆点 然后跟4 手机的部分 所以拿这个前面这个把它复制过来就对 那一样中间加个加号串接 然后List2里面的4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注意啦 其实我们主要关键就是先把刚刚直接print的东西 先拉上去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先得到一个变数 那名称我习惯啦 反正第一个串列叫List1 第二个串列叫List2 List3这个List3 这样比较好记啦 刚刚每次都会想说 到底这个串列叫什么名称 那就1、2 OK 然后呢 我只需要他其中的姓名 在这边号1 这个是边号1 这个手机是4 好 那理论应该OK了 试一下吧 然后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它应该会是中间压豆点的状态 有没有 姓名压手机 OK 当然如果你要换 比如说你要换别人说老师 不要这两栏的话 那没关系 你把这个数字变更一下 在未来 假如说 你们的资料非常多栏 因为理论上可能系统或者是ERP 或者是什么主机给你东西 可能会是一大堆的栏位 那没关系 你就取你要的就好了 因为你报表哪需要那么多 你全部放进来 等于是自己至少麻烦而已 所以理论上你要做报表 是先留下你要的 因为它系统不可能那么聪明 只给你你要的东西 拿那么好 其实你的价值就是 就是做那个 别人觉得很麻烦的事情 别人觉得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做得很简单 哇 那你就有价值了 OK 所以再来 第一步OK的 好 所以只取前十个 然后取两栏 最后存档 存档应该还记得吧 其实存档的话 就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Ctrl C 这三行 这三行你将来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 直接把它贴到尾巴就好了 然后名称改一下 这个名称的话有一个叫Member Member底线Rpt 然后.tst 直接把它存档就OK了 那特别是尾巴看你需不需要存档成其他的编码方式 如果没有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那个 这边 这S还没产生 所以一先产生这个 二的话再产生S 那S现在没有 所以一样 先在复回线上面加个S等于空的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定要加这个 如果没加这个的话 你在里面串接的东西 这边没办法读取 因为它是区域变数 你要在外部读取的话 你变成你要先在全域里面增加一个变数 OK 那底下的话一样在底下这边 串接的话我们就写的底下 S等于S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里面的东西 一般习惯是这个东西 有没有写的东西把它放到这里面 然后呢记得还要再加一个什么 换行 因为如果没有换行的话 那会变成全部串一起 所以再加一个换行 这个换行很容易忘掉 因为很多人换知觉 可是其他怎么全部都串一起 因为你没有换行 OK 所以加一个换行 这样应该OK的 理论上很厚 把它执行看看好了 然后 我先把旧的先删掉好了 刚刚这个把它先删除 然后执行看看 如果执行完没有错误讯息 然后并且在根木木有这个档 它就直接打开 OK了 那如果假设 假如说你这边没有加这个换行的话 它就变成全部都串一起 那如果没有换行变成说 打开来 它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 你就知道原来这边少一个换行 就把它加上去就OK了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问题 就是说另存新档的时候 它应该是ANSi 所以如果假如说你在 你要给比如说Mac 或其他Linux Google上面用的话 那可能还是要加一个encoding等UTF8 不然你丢给它 它会是乱码 如果你是Mac的话 它预设就是UTF8 就刚好颠倒 Linux也是UTF8 但是在Windows就是ANSi 就是会这两种可能的话注意一下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两个重点 一个是把它增加一个Linux OK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把它存档 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直取其中的两栏 OK 所以假如你们应该也可以找找看 我想应该公司很多类似像这种Data 可能是.TST 可能是.CSV 而且CSV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TST 它就是文字档 里面也是用豆点分割 所以CSV跟TST 只是副档名不一样而已 一样可以拿来做练习 那如果是CSV跟XML 那就相对麻烦一点 OK 这个后续看我们有时间再来讲 这个如果背的话 那以后不管你得到什么资料 应该都可以很快把它做解析 得到你要的结果 并且输出成你要的报表 然后看你要放在哪一个格式 都可以很自由的把它完成 就不需要用人工的方式 在那边慢慢弄 OK 我试一下 所以我刚刚的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 云端上也有 所以刚刚主要是加这个 62 跟这个三行 然后一个S 所以 这个的话应该是 这个 把它加一个62 丢给它 然后在print 的时候 就是中瓜弧1 串一个豆点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step 就是我们刚刚指出出两个栏位 那第二个是存档 存档的话就是多一个S 就是三行 然后S的话就放上面 然后把它串切 那完成的程式 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你可以参考一下 最好是可以自己动手写写看 如果你假设 这个程式总共total11行 如果你也可以很流畅的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应该是OK的 那不过我们其实分成 应该是四个step完成 第一个是开档 第二个是取前十个 第三个是取两栏 那最后一个动作是存档 没关系 你不要急着一下 想要全部把这个程式写完 没关系 你会分四个step 逐一逐一逐一做 如果逐一逐一做 都做得出来 那理论上以后你要写 就会很流畅 尽可能是每个地方都是懂的 你不要造抄 因为造抄没意义嘛 这个其实都可以变的 好 试着看哦